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 今天侯友宜被问到说 有这个说要征召他的消息 他一样四两拨千金的说 相信用团结的心 台湾就会更好 那另外一方面 挺郭力道 非常用力的这个卢嘉诚 这个前立委他说 郭董这边郭台铭 不计任何形式 为国家 为社会来贡献 那现在正在静待 国民党的初选办法 郭董在线等 不过郭董自从讲完 想要算掉 现在的风向变成怎么样 智盛因为看到 秦慧珠 慧珠姐说 现在郭台铭在党内的仇恨值最高 他说国民党的人 都想要问一个问题 希望郭董来回答 就是说 如果这次再回到国民党 最后又没有被提名的话 会不会又再退出 来智盛怎么看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在国民党跟这个郭台铭之间 看起来真的是个怀鬼胎 为了要竞争一个总统席位的时候 双方其实是厮杀的 我觉得也是这种遍体鳞伤的状况 这个真的跟去年的时候 你看看郭董在为大家争取BNT 那个过程 当然那个过程政府帮了很多的忙 可是你看那时候国民党人怎么样的挺郭董 那真的是真的是留着BNT写的国民党人 那个时候你看那怎么转个头 要选总统的时候 立刻翻脸跟翻书一样 什么公共厕所都骂了 对你公共厕所 你不道歉就不要回来 然后各式各样的指责 然后回忆起2020那一战 就其实2019年 那个时候那种 那种韩国之间厮杀 解决的那种气氛的东西 全部都回来了 看起来这个记仇也记很强 不是打个BNT就可以解决了 那疫苗效力没有这么强 对对 可是回来讲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当然 各有各有各的弹算 郭台铭大概很清楚 其实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从农历前年前后开始 你会发现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的这种风向 或者是民调 或者是这种各式这种相关的新闻的 这个带的状况 好像都是郭台铭的 这个在国民党内的声量越来越高 参选代表国民党参选 赢的机会越高 那个好像是不太往上爬 然后侯友宜好像跟郭台铭出现黄金交叉 印象这个在过完农历年初后 这个后这个其实两个人在声量 在民调是 那我当然不知道这些民调 或者后面的操作是怎么样 可是果不其然 郭台铭从美国回来之后 就这个表达了 要在国民党参选的这样子的意愿 那可是立刻就反转了 反转的部分就两个 一个是国民党内大幅的撒罚 我回忆起2019年那种 被郭董办事之后 两边的这种互相 这种叫骂的一种不愉快 逼着要郭董道歉 而且这讲话其实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来的 真的是用难听来心 对很难听 真的用难听来心 那至少会不会觉得 郭董表态 有点表态了太早 是不是太敢说 我不认为 为什么 其实刚刚回来讲这个 如果真的如同高层这样的 国民党要拖到六七月 或许还是侯友宜出现 不过这三四个月真的是凌迟侯友宜 郭董这种这么霸的人 你觉得他会轻言延退吗 你觉得他觉得他可以跟你讲说 三月不要要我道歉我不道歉 你们说我是公共厕所 我北宋 我不要代表国民党选了吗 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他就跟你一路站到底 站到你让我回国民党为止 而且国民党内 王金平 卢嘉诚 其实也是有人支持郭董的 那你这个过程 三月到六七月这段时间 你朱立仁交头烂了 一边有郭董的压力去这个时候 二方面你会有迟迟不屌汰的过程 一来一往之间 我觉得这个两墙之间的厮杀 还是会很惨烈的 还是会很惨烈的 那郭董大概很能理解 为什么 我越早出手 越早做 我逼着朱立仁越早有提名办法 对我越有力嘛 因为你侯友宜 侯友宜这个时候不能表态嘛 因为新北市 因为你要四月才开议啊 我现在表态 侯友宜真的就不用选了 就大概就体无完肤 所以我现在先下手为强 那如果真的可以 赌到你三月绕回国民党 然后开始有初选办法出来的时候 逼着你侯友宜 必须要把时辰往前走 这个对郭董 他的谈算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对朱立仁也好 对侯友宜来 他越晚越好嘛 为什么侯友宜很清楚 他拖到六七月 至少对新北市 表面上有个交代 不然一堆新的市议员 还没有看过市长 市长已经落跑了 这样讲对 所以对侯友宜他是这样子 那就可以去选立委啊 也跟着去选立委 对也可以 对朱立仁来讲 他可能就隔三观五斗 让你两个摸到摸摸摸摸摸 六七月的时候 搞不好你侯友宜也体无完肤了 然后这个郭台铭 也被党内批判得 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了 朱立仁说 好啦 看样子还是要我来收拾 六七月的时候 最后还是我 所以这两个人想要以脱胎便 这个人是急于想要逼宫 赶快又出来 所以这三个人之间大乱斗 结果 我结果是不管国民党谁出来 这种宫廷戏 再演下去 国民党2024 看起来民众都不会买单 这个是朱立仁的算计吗 紫哲哥 骂你们分赞 骂你们腐朽 来 指责怎么看 我先讲 我身上留着BNT的血 你也有资到 但我也留着KMT的血 所以这个没有冲突 哪一个这是救命的 你会算吗 我不要这么说 第一个我先回答你的问题 我就算 我认为就算郭董 没有获得国民党提名 我认为他不会参选 2024的总统 不会去拿这个 民众党的那一张门票 也不会独立参选 他上一次的声明 已经很清楚了 他要选的话 只会争取国民党的提名 那你说会不会再一次 分手不愉快 这个我不敢保证 但是我认为 以郭董现在这个姿态 我认为应该不至于重蹈辅测 我认为他这次应该比上一次 更坦然一点 那因为他不是说了吗 上一次是年少气色 几乎四年 四年了 应该比较成熟 对很成熟了 为了六十八回 应该现在七十二回 比较成熟一点了 是 成熟很多 那我要讲就是说 郭董他自己都讲 他这个 我不想要先讲 我对郭董是高度的占预 尤其大家在缺疫苗的时候 他帮忙台湾人民买了BNT疫苗 他在社会有一定的评价 很高的声望 这也是为什么他到现在为止 民调都很高 所以即便他现在不是国民党 他也是国民党很强很强的党友 这不容否认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这一局是不是适合郭董来选 那当然很多因素 可是我要讲就是说 郭董都讲了 他会不计任何形式 来为人民服务吗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没有办法代表国民党参选 也许国民党未来执政 2024执政了 他可以当这个什么领袖代表啊 去参与APEC 在国际上 对不对 像张中博董事长一样 再跟其他这个各国领袖 平起平坐 商讨大事等等 这对他人生也是很大的光荣嘛 所以我就说 那又还是缺一个总统啊 他的人生就是缺那队而已 你不要过世人了 好啦 那这样子我觉得这样 那侯友宜的事情 刚刚特别讲那时间点 事实上之前就有人分析 侯市长会出来参选 就三个时机点嘛 第一个时间点就是就职百日 因为当时就职百日 一般外界会有民调 所以呢 民调很高 他出来顺势 说我要宣布参选 这一个 但我觉得这时间点 可能比较机率低 第二个是520 520 总统就职 参议总统就职 我顺势说我要选总统 是要美女吗 要就职吗 对 这个我觉得这时间点也好 那第三个就是 刚刚大家讨论的 就是议会 这个咨询结束 会期结束 那这个时间点也很好 但我会认为 最后一个时间点 恐怕会比较安稳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认为侯友宜 现在大家对于他参选 总统这件事 很多的这个问号 很多的这个不确定 但是我认为有四个确定 第一个确定 他是国民党最强母鸡 第二个确定 他是国民党最大公约数 目前为止 第三个确定是 他没说不选 对 但是他要不要选 不晓得 他自己要宣布 第四个确定是 如果要选 是被动征召 我认为大概 这个四个确定 或四个原则 是跟他这个参选 未来如果要 步入选举有关 那最后我要回应 就是说 其实我在上周 我在节目上 我就讲过 我自己的担心 就是说 我认为侯友宜也要被质疑说 你落跑什么 这个民进党一定会质 我认为如果是个别 就侯友宜市长 他出来参选 被质的这些落跑 我觉得杀伤力不大 甚至很小 要说民进党落跑 还多了 赖清德台南市长也没做了 就去做生争营党 陈菊 高雄市长也没做了 去做总统府秘书党 落跑太多了 甚至立委转市长了 黄伟哲 好 这我不要讲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 怕的是什么 本来是阵风 变成台风 你知道 这个风一阵风 可能吹了就没了 那根本问题就是说 现在刚才上一趴讲了 如果我们还有很多议员 要转战立委 那这个会不会变成 这个刚刚讲 就变成一个台风 对啊 那这个就会不断被操作了 我不是说这件事转战 没有不对 民进党也很多议员转战立委 现在数一数高嘉宇也是 所以我要讲说 这件事没有对错 可是在选举的过程中 会不会造成杀伤力 这个变成党中央要去考量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党主席 怎么把这游戏规则 还有这个甚至是 假设是要提名侯友宜 这个出场式要怎么铺牌 要好好仔细思考 对这个落跑的共伴效应 国民党真的要特别注意 侯友宜现在到底出场 实际点是什么 大家都跟着意儿 那已经摆明了 就是想要代表 国民党参选的郭董呢 现在被说 是党内仇恨值最高的 那我们就看到 最近有个新闻 因为南投补选 10天后就要登场了 有新闻媒体说 郭董想要用南投女婿的身份 来帮林明珍助选 那这样子的行为 是不是想要将功赎罪呢 因为四年前闹得不愉快 这一次呢 是不是要来帮忙 林明珍拉台呢 那我们看到 郭董的办公室说 如果有辅选的规划 第一时间会来向大家报告 好28年假 郭董会不会出马 来帮林明珍呢 那么在民进党的蔡培会这边 听说蔡总统 也有可能亲自到南投去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